这是咱们平遥的牛肉了 对 这是我们平遥的三宝 牛肉 漆气 长山药 它这平遥牛肉的特点是什么 平遥牛肉的特点就是 它的佐料只有盐 对 所以说它的腌制方法是不一样的 两百多年的一个老工艺 原汁原味地把这种牛 真正的香味给提前出来了 三宝嘛 第一宝牛肉 第二宝是 这是推光漆气 推光漆气的话 它是中国的四大漆气之一 手适合 大家闺秀 非常适合 这适合周旋 对 上面的话都是苗金 彩绘 就是很多很多手工工艺都在里面 这个药粉我看比较适合耿老师 这是长山药粉 长山药的话 是我们那块的一个土特产 长山药有这个小人参之称 营养价值非常非常丰富 对 其实我在这已经闻到香气了 但是我的职业操守告诉我 我不能尝 这是要留给江涛老师 对呀 来 有请我们越战越勇 关键词预测大师江涛老师 上台品尝我们的平遥牛肉 看看 哥 这牛肉啊 就纯牛肉的香味 没有太过多的杂味 也不太咸 好好好 很筋的 很筋的是吧 接下来这样 耿老师 你也上来好吗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吃那个香劲 因为山西除了这三宝之外 其实还有一大宝 对吧 就是山西的醋 最有名了 今天给耿老师准备了醋 这不是给你的 这是江涛的 醋是你的 对 小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罐里装的是什么 这个醋糕啊 它是由百斤老陈醋的结晶 百斤老陈醋 三十年老陈醋 百斤 才能凝结成这么一罐 三十年的沉量 因为高老师我知道 前几天啊 这个嗓子发炎了 这对嗓子特别好 这治嗓子 慢慢地咽咽 真酸的 齐不高 就比那个平时吃醋 酸百倍 酸百倍 因为醋糕 它是一种 对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啊 都有良好的改善作用 而且呢 它是有这个 它是碱性食物 所以说它对人体 综合人体 酸碱平衡 碱性 抗衰老 美容养颜 方老师您再来一口 三十年的沉量啊 哎呀 啊 clothes 对 他都会写呢 他就会写在这中共之外 可是赌提督